歡迎回到新聞的現場 持續展現友好的關係 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委員會主席蓋拉格 是大動作的帥 跨黨派的議員來到台灣訪問 今天是會面了我們的總統蔡英文 以及副總統賴金德 還有未來的副總統蕭美琴 針對這次的訪台 主要是傳達肯定台灣的民主體制 以及穩健的台美關係 也表達出 中共要是做出侵略台灣的決定 美國會一直和台灣站在一起 好 剛剛聽到的是蓋拉格的講話 這次的訪問團也是從我們大選結束之後 第一個公開訪台的美國民意代表團 對於目前兩岸的關係緊張 美國的態度也就顯得非常的關鍵 所以這次蓋拉格的後續行程 跟相關的發言 各界都在密切的觀察